其实40周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里程废 跟现在这个世界都不一样了 40年这个也就是圣经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数字 我觉得在40年门讯神学院开始的时候 那个世代跟今天的这个世代很多不一样 讲台的那个责任我觉得不一样 挑战不一样 然后台下的会众也不一样 我觉得这个根本就是一个另外的一个世界 所以我在这次的课程里面呢 我会强调在一个极局改变的一个世代里面 令人灰心的一部分 也有盼望与光明的一部分 所以我觉得讲台是一个很神圣的一个拓付 而教会呢如果我们在讲台上面没有好好的来去应对这个时代的需要的话 没有办法有效的传递神托付给我们改变生命的信息的话 我们就跟这个世界脱付给我们就跟这个世界托付 所以我觉得信徒他们要心意更新变化 我们做教务的在讲台上我们也要心意更新变化 我们让神的活泼的话语能够适应在这个世代 做这个世代的人的脚程的灯路上的光 我觉得在过去四十年呢 中间呢有一个后现代的一个变化 我觉得后现代的那个开始大概就是在四十年前 那在或者三十多年呢 这个有很多不同的说法 在四十年之前呢 可能大家都是蛮讲理性的 还是相信有一个客观的真理的 那么教会还是蛮单纯 还是蛮注重这个传统式的那些的教导的 但是在中间这四十年呢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经历了两个不同的冲击 第一个就是后现代的冲击 觉得一切都是凭感觉 没有绝对的真理 所以很多八十后的 我们称他们八十后就是四十年前 四十年前出生的 他们呢就比较注重就是视觉的感受 他们呢也很少来跟你讲人生的大道理啊 他们就觉得眼前呢是蛮重要的 还有真理呢 他们说谁来定夺呢 我有我的 你有你的 你走你的阳关道 我过我的独木桥 你也不要管我 我也不管你 所以在这个时代要讲一个客观的 圣经是无上的权威 是我们的生活与事奉最高的准则等等的这些呢 我觉得有一些的年轻的一代呢 可能会产生一种抗拒的心 因为他们就在这种的氛围里面来长大 然后 然后最近我觉得还有另外的一个冲击 这个叫做后真理的时代 后真理时代呢是比后现代的时代呢更进一步 就是说没有真理 然后他们就觉得以前呢你的立场跟我的立场可以同时存在 但是现在呢他们到了一个地步 如果你在网上啊你在很多的地方 他们都是觉得如果我的点击率高 我就是真理 人多跟随我粉丝多 我就是真理 我不单单是真理 我更要把你消灭掉 你要知道台湾的情况怎么样 我们这边呢特别最近的好几年呢 这些政见不同的 还有这个社会的这种的看法不同的时候 就造成了很多的分裂 我会在第一堂的时候会跟大家谈一谈 这个后真理时代到底是有什么特别的那些的特征 还有我们怎么样在后真理的时代来宣讲 这个有权威的一个真理 当心的那些的讲道学啊 叫New Homoletic 他们比较也是迁就这个后现代的人 他们听到的那个不同 所以他们在讲道上面也调整了 所以我希望呢能够在这一次 跟大家来讲怎么找主题 这个讲道的主题 然后同时呢我要跟大家谈的就是叙事文应该怎么讲 我不知道台湾的同工们呢是怎么看 我接触我教学 还有我接触了很多的同道 他们都觉得叙事文呢旧约新约的叙事文呢是非常难讲的 是不容易讲的 你如果讲保罗书信呢就是有一些的理 一些路 一些的这个逻辑可以循着那个路来去走 但是叙事文呢有时候就是讲一个故事 你都不知道里面到底包含着一些什么神学大道理 这个讲道法 讲道学呢 他们比较是强调这个讲故事 Story is the point Story is the point 就是故事就是那个重点 所以我就希望能够把传统的对叙事文的那个讲解 加上一些文学的一些的技巧 作者在这个叙事文里面能够铺排了一些的文学上的一些的小重点 那我希望大家能够去注意 然后一起来去探讨怎么来去把叙事文的那个中心 那神学的信息把它找出来 这个是我希望在这一次其中的一个我要做的 另外我希望能够跟大家谈的就是比喻 比喻也是故事嘛 它是一种文学的一种的设计 比喻呢 其实你说容易讲也蛮容易讲的 但是你要讲的比较精确的话 那就需要注意一些特别的技巧 所以我在有一天呢 我是四天嘛 第一天是讲怎么找主题 第二天呢 讲这个比喻的解释 第三天讲叙事文 我们怎么来去掌握叙事文的主题 然后怎么来去传讲它 比喻呢 我觉得里面有很多颠覆性的 耶稣讲的比喻 有很多颠覆性的那种 就跟当时候的价值观 还有那个社会观 人生观呢 很不一样的 我们怎么透过耶稣这种的颠覆性的那些的建构 来去看看耶稣的比喻里面的那个信息 是什么 这个是我另外的一个重点要谈的 那么回应到这个新兴的这个讲道学 New Homoletic 他们觉得要讲故事的话 你就要进到圣经人物里面的一些的心灵世界 运用想象力 怎么来讲这个低人称的 这个叙事文的讲道 低人称的叙事讲道呢 就是你就一出场就说 我就是摩西 我就是亚当 我现在要告诉你 我生命里面的一些的经历 然后他就在那边讲故事了 其实他是结合圣经里面的一些的记载 然后加上自己放进去的一些想象力 然后再加上一些历史的背景 然后建构成为一篇这个叫做第一人称的叙事式的一些的讲道 那这一种呢 现在在北美呢 非常的流行 过去十多年呢 有很多的书 已经慢慢的出版 有一些蛮出名的一些讲道大师呢 他们也用这种的方式来讲道 对于年轻人呢 特别那些八十后的 非常的吸引 因为他就在那边好像演那个故事出来 然后一种的演义 然后这也是好像演员的把它演出来 对于华人教会呢 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冲击 特别对我们保守一点的华人教会 因为我们觉得这种的讲道呢 有他的危机的存在 因为太多的这些想象力啊 有时候有一些的东西都不知道是圣经讲的 还是你要怎么样来去拿捏的准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 我们要怎么来去拿捏 经常去东南亚来教课的时候 我就会说好的讲道 一定要有好的实经的基础 有一些人呢 讲对了道但是解错了经 怎么叫讲对了道解错了经呢 他的道出来呢 爱主啊 侍奉啊 传福音啊 这些都很好 但是就不是这一段经文讲的 对他将这个道呢 套到那个经文里面去 所以他没有经过很精密的一个解经 然后把那个经文的意思带出来 然后才英勇 这个叫做讲对了道解错了经 就是这个意思 先讲这个讲道好的讲道 我觉得有五个特征 第一个就是有道有理 有趣有用有情 有道有理 有趣有用有情 这五个其实如果我们先讲讲道 传道人的讲道方面 如果你五个都拿很高分的话 那我觉得这个以讲道来去看的话 当然这个是一百分 每一个都拿A的话 就是有道 就是有道 那有理 有理呢 就是调理分明的那个理 然后有趣 大家都很喜欢听 很有趣味性的 然后有用 可以应用到我们的身上 有情呢 就是有圣灵来的那个激情 也有你自己的感情的投入 而不是只是一个文士 现代文士就在台上这样 拿自己的一些研究资料 就出来来分享 然后一点生气 一点活力都没有的那种 所以有道有理 有趣有用 有情 就是这五个 当然这个是讲道方面 那当然这个要配合我们这个人呢 讲道的人 所以我经常会说 讲道有三个层次 第一个就是讲道的人 然后就是他的道 然后跟会众 那这个就是三角形 三角形的中间呢 就有圣灵 圣灵呢 就要掌管你讲道的信息 他会这个帮助你 来进入圣经的真理 然后圣灵呢 也会在你传讲信息的时候 来感动会众 所以这个三角形呢 就是传道人信息会众 那中间就是圣灵 然后整个大的一个圈 把他都包起来的话 就在一个大圈的里面 那个是什么呢 那个就是祷告 你怎么可以 你怎么可以得到圣灵的同工呢 你要透过祷告 你怎么在预备讲章呢 你要透过祷告 你怎么能帮助你的会众呢 你要在预备的时候 就知道你的会众 圣灵帮助你 你祷告 然后看看他们的需要在哪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